发生在29号 警方接获举报有人在 这乌日龙井区一带 倾到废土 到场勘查发现 的确有三名可疑男子 上前盘查其中一人开车逃了 远警破窗喝止 却惨遭脱刑 而另一名同仁赶快朝着轮胎开五枪 还好将这名远警送医之后 全身是多处擦伤 没有生命危险 而警方还在全力弃捕逃逸嫌犯 支援警力到场 嫌犯已经逃逸无踪 现场一片黑压压 警用机车还停在一旁 几分钟前这里才刚上演 警匪追捕案 地点在乌日龙井区 29号傍晚5点 民众举报 疑似有人在青岛废土 远警到场调阅监视器 发现有三名可疑男子上前盘查 其中一人却突然开车逃逸 远警破窗赫止却惨遭拖行 立民同仁近赚 赶紧朝轮胎开了五枪 远警有打破车窗之后 企图伸手要进去跟他拔钥匙 那被他的车辆拖行了数公尺 造成手部脚部还有头部都有擦伤 受伤远警身上包裹着层层纱布 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后续也查扣到逃逸车辆 左侧两个轮胎都破了 在现场有一部挖土机 挖土机在运作 所以我们研判这三个人 就是废弃物的现行犯 而被逮捕的两人 公称对青岛废土不知情 全都推给正在逃逸的嫌犯 警方将积极追捕到案 接着蔡顿林宏吉 SNG小组台中报导